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ETV的港市 南韓的中東呼吸綜合症 這個叫中東呼吸綜合症 但香港很多官員患了中央呼吸綜合症 因為他們每說一句都是在猜測中央的心思 猜測中國怎樣想 猜測黨怎樣想 其實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你說了就是了 你說這樣就是了 那些什麼犯徐禮 泰羅犯招勳那些契弟 說完就好像是阿爺 但阿爺根本不是這個意思 我不知道他為何要猜測 說回中東呼吸綜合症 其實看到政府是一盆橙沙 為什麼這樣說呢 高應雲有一天就說 不會跟著世衛的準則 只是發旅遊的建議 就不發警示 那怎知道第二天呢 林鄭渣裝了 就突然宣佈了 保安局就說會發旅遊警示的 其實看到政府根本的團結不團結的 因為大家都不配合的 各個問責團隊之間的沒有配合過 如果團結的話 根本就不會說高醫生前一天說旅遊建議 第二天就打高醫生一巴掌 就說要旅遊警示了 這個其實看得出整個香港政府根本不團結的 第二 我覺得好笑了 為什麼高應雲會信陳馮富珍呢 陳馮富珍大家記不記得他有番名叫雞珍 雞珍當時在琴流這樣說一句好笑的說話 放心啦 沒事的 我每天都吃雞的 那怎知道就琴流感爆發了 現在雞珍跟你說 沒事 南韓控制到的 那南韓現在就社區爆發了 為什麼還相信雞珍呢 我不明白雞珍憑什麼上了位的 雞珍你回家吃雞啦 種雞啦 去養雞啦 你不要搞那麼多東西啦 雞珍 即是有些猛丙的 高應雲相信雞珍的 那我覺得高應雲 你相信雞珍 不如相信我們台的徐博士好過啦 徐博士說話起碼都真的 說有蟲真的有蟲的 阿徐博士就叫我告訴你 去九龍公園呢 去檢查一下 那裡有蟲 噴水池有蟲 那麼多小朋友玩 是不是 你真的去檢查一下九龍公園啦 不要這樣 我覺得做了些事是廢的 是不是 說完就算了 不知道做什麼的 你們 我真的覺得很恐怖 雞珍說話明明就不可信的啦 你還相信雞珍 真的呀 你相信徐博士好過啦 你要的 你email過來我 我們給阿徐博士的電話來 你慢慢向阿徐博士請教一下 阿徐博士不是留的 阿徐博士真是 PhD來的 真是有蟲的 不是你那些運吉博士 郭佩帆的 巴基斯坦博士 不是那些來的 那希望可以的話呢 徐博士和高醫生交流一下 不要說什麼啦 貢獻回香港就好了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